咖啡店 比較難 咖啡店比較難 還是演出比較難 當然是 開咖啡店比較難 而且難很多好不好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其實還是蠻多 粉絲啊 就是知道說就是我有一個新的 藝文空間然後當然就在這麼 光溜溜的情況之下 也都還蠻多人來 但是有一天 店員跟我說 拿你的會本書多少錢 我想說怎麼那麼奇怪 他在這邊待你那麼久為什麼要買書 原來那一天掛蛋 他覺得不好意思 想說硬著頭皮買老闆一本書 這樣子業績才不會是零 那時候最多 一個月賠了 七八萬 對 就是當我發現有狀況的時候我就會 趕快改變 比如說呢就是多做一些表演 然後多做一些活動 你是怎樣嗎 怎麼白天一個樣晚上又是另一個樣 是 晚上一個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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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誰把你翻一個樣 誰把你翻一個樣 你像剛剛西瓜比你的你的 晚上只穿四角褲子 複製你 我蠻喜歡這個表演的 非常新奇 然後今天晚上 覺得得到很多樂趣 一開始從牆壁 因為牆壁本來就是我的牆項 然後呢就開始慢慢畫 畫到最後就是連茶盤 連茶盤 然後連杯子 全部都是我自己畫的 當客人跟當經營者其實是非常非常大部分 對面呢有一個賣油飯的老闆 他說 你們要公餐喔 因為如果你有公餐的話 我下次就去你店裡面喝咖啡跟吃餐 那時候我就突然想到說 原來有這麼一回事就是 我們今天是特地從新竹來的 對 無風無雨喔 哈哈 因為這真的太美太漂亮了 因為喜歡插畫風格